各位观众我们再次问您整理报道这个来自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目前朝鲜半岛再度陷入了紧张局势 那么根据韩国联合通讯社的最新消息 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26分 北韩军队对南韩一处军事据点开火 而这个地方非常接近两韩的边界 南韩士兵也立刻还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D时间插播报导引发国际震撼 根据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以及联合电视新闻台报导 北韩军队对29号向南韩将援到华川郡最前线的监视哨所开火 根据了解华川郡位于首都首尔东北方大约90公里处 报导指出北韩当时一共开了两枪 时间大约是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26分 也就是台湾时间下午4点26分 而南韩士兵也立刻还击 在重兵防守的南北韩边界地区 偶尔会发生相互开枪的事件 不过29号发生的时机比较敏感 因为南韩正在准备G团体高峰会的相关事宜 由于北韩只开了两枪是否是擦枪走火意外 目前美国南韩军队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 周英新闻下时间报导